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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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一堂課已經針對這個 Meganic field the boundary condition 我們已經大概把它有一個說明了 就是兩個戒指 Medium 1跟Medium 2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 這個兩個物理量 一個就是B跟一個是H 那B呢 它的normal方向 要等於V to n 就是我們第一個bounded condition 那第二個bounded condition呢 我們如果假設它是linear的Medium OK 那如果和linearMedium的部分的話呢 V1就要等於mu1的H1 OK 這是mu1的部分 那這是mu2 那V2呢 那V2呢 要等於mu2的H2 好 所以你從這個關係 你可以把上面的就把它寫成mu1H1n 是等於mu2的H2n 這是 相當於是 我如果不寫2的話 就是這個special case 就是對這樣子的一個special case而言 那 再來的話呢 V1n等於V2n 這是從哪裡來的 是因為什麼東西 所以會有V1n等於V2n 高斯定理 對不對 那我們從安培定理的話呢 我們在上一堂課已經講到說 我們n2closeH1-H2會等於Js OK 那Js的話呢 是surface的current density 然後n2呢 是從n2指向n1 所以n2的方向 它是非常清楚的 那在商堂課課後的話 有同學問了一個 好的問題 那問到就是這個 surface current density的部分 我們在上一堂課已經講過 就是說 這是一個 這個surface current density 是完全是針對這個boundary 它所流過的surface 那如果你不健忘的話 好 我們說 這是一個電流 這是一個電流 那流過的 volume current density 它的定義 它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電流 嗯 J的定義 對 單位面積 所流過的電流 對 單位面積 所流過的電流I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把這個J的部分 因為它是向量 I是存量 所以我們把J.DA 就是我們的I 好 所以你看到了 volume current density 它是什麼 單位面積 所流過的電流 所以 在這裡面 你的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很自然的 volume的時候 跟surface它的這個 dimension是減少一次的 所以你的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基本上就是 單位長度 所流過的電流 所以 你看到了 我說 我用做 安培回路的話 那 你看到的是什麼 這個bundery 在這個界面上面 單位長度 所流過的電流 就是我的surface current density 換句話說 我的surface current density 乘上dL 就是我的I OK 好 所以它的dimension 是單位長度的電流 volume current density 它的dimension 是surface 單位面積所流過的電流 好 這是不 這兩種不一樣的地方 這是 在這個bundery上面 這個bundery上面 這個bundery上面 那電流呢 就是surface的 OK 就是完全是surface的 留在這個surface的current 你現在你的 你的這個 回路 安培回路 是坐在這個 surface上面 接近surface的 的interface上面的 的這個一個回路 OK 好 那這個回路 單位長度 所流過的電流 就是我們的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OK 就是在上一堂課裡面 我們看到的一個整個的情況 好 那利用這些結果的話 我們現在我們來看一個 我們常常 啊 嗯 探討的一個 這個 磁棒的問題 我們說 在上幾堂課裡面 在上幾堂課裡面 我們已經知道 好 OK 我們已經知道說 我們有一個磁棒 好 那這個磁棒的話呢 呃 他的m 是一個均勻的 換句話說 我們 針對了 這個問題 曾經 探討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 在他 這個 S上面 他的 這個 啊 B 是多少 OK 然後 我們也探討了 在任何一個位置上面 他的B 是多少的情況 那 在這一點 P點上面 啊 那 00 Z 這一點上面 他的B值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的B值 你可以去查一下 你可以去查一下 是等二分之 μ0 m0 然後 Z 加二分之L平方 加V 加V平方 V V Z 加二分之L 然後 Z -二分之L 這是我們在前幾堂課裡面 我們所得到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的話 B是這樣 L呢 是 這個長度 好 那 原點呢 剛好是在他的中心的部分 是我們得到的 那我們不再計算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對 這個 S上面的 這個磁場的 density 磁通密度 這個 磁通的密度的話 我們知道B是這麼多 那 我們看到 如果把Z等於0這一點 換句話說 是在0,0,0這一點 我的磁通密度啊 M P0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帶 Z等於0 帶進來 那 這個就是 2分之μ0 M0 那 Z等於0 這是2分之L 加上B平方 的2分之1 然後 2分之L 減掉 這也是 -2分之L的平方 加B平方 的2分之1 然後 0 然後 帶進去 -2分之L 實際上 你馬上可以看到 這是乘以2倍 那 就等於是 Z 2分之μ0 M0 的 2分之L的平方 加B平方的 2分之1的L 這是 是 我們說 我們說 在中心這一點的 那同樣的 我可以看到 P1 跟P2 P1呢 是最頂端 P2呢 是最 底下的 都是在S上面 上面 好 我說 P1是 00 2分之L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 P1值 算出來 算法 算法 都一樣的 μ0 M0 只不過 Z 你現在是2分之L 那這邊就是L了 那Z是2分之L 所以這一項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等於1 L平方加B平方的2分之1的 2分之L是等於L 那Z是等於2分之L 這一項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是P1的 那P2呢 是00 負2分之L 是等於Z 2分之μ0 M0 那Z是負2分之L 這一項沒有 就剩這一個 tm 那這個是負2分之L 就變成跟他的大小是一樣的 那他的大小是 跟他是一樣 那你現在你把這幾個物理量 比較一下 我們會發現說 我們是VP1跟VP2相等 但是我們把VP0跟他比較的話 你會發現 VP0的部分 因為這是2分之L 那這是L 所以他會比他大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值會大於他 這是第一個 那 如果你現在看到的是說 P0的值比他大 那代表是什麼意思 你一個Flash流進來 然後中間會比較大 然後旁邊又會比較小 對不對 那代表什麼 代表這邊有什麼 從Flash進來以後到出去 中間這個地方會有什麼 Flash Linkage 對不對 有沒有聽得懂 你現在P1跟P2 兩端的V值是一樣的 然後P0 VP0是中間的 那 V.DS當然就是Flash 你Flash進來是比較小的 Flash 進來比較小 因為到VP0比較大 再來又比較小 那從Flash 從 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 Flash Linkage 這邊也有 從這裡面 進到這裡 這個Flash的Linkage 也會跑掉 不然它不會什麼 變成這邊的Flash 變小 那換句話說 我就會可以猜了 猜什麼 猜是 Maybe 我的Flash 進來 理論上是應該通通出去 從這邊通通出去 那這樣的話 我Flash就不會變小了 但是 我可以看到的是 可能這個Flash 是這樣子跑掉 OK 所以你會看到 這裡的Flash 是比較大 這個Flash 是比較小 那有沒有問題 這是你第一個會猜測的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意思的話 那所代表的 跟我們這邊的Boundary Condition 有什麼樣的不同呢 這是你的猜測 因為我們的Flash的話 從這個 這個磁棒來講的話 那你可能會有這樣子的想法說 也許我的Flash 就是有這個 這個磁肉的現象跑出來了 好 那 這個部分 假設你有這樣的一個想法的話 你就要來去看一下 是不是這些Boundary Condition 可以 給你一些 這個想法說 到底你的磁肉跑到哪裡去了 那首先 我們在 我們在之前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說 對這個磁棒啊 是有一個什麼 對這個 M等於M0z 這個 這個磁棒的部分的話 它有一個什麼 Surface Current 對不對 這個Surface Current 是 你整個Surface Current 而這個Surface Current 是等於多少 這個Surface Current Density 是因為 Magnetic Flux 所產生的 Magnization所產生的 它的大小 就是M 乘上 你的 這個Surface 你想探討的這個Surface 那 對於 我們現在我們看到的 這個 B啊 M0z 然後 M'呢 就是我們這個Surface Surface的方向都是什麼 都是Phi方向 都是這個 Row方向不是Phi方向 所以我們看到了 我們的 Surface Current 是等於 Phi的方向 也就是說 在這個磁棒上面 是有一個 Surface Current 就像我現在這樣畫的 它的大小是M0 方向是Phi的方向 那 我們有Boundary Condition 可以看到 OK 在這裡面 我就可以知道 M2 Clos H1 -H2 是等於JMS的部分的話 那 我直接 去把 兩個Medium 就是1 就是2 假設我這 Medium1跟Medium2 那 對這個Boundary Condition 對這個Boundary來講的話 它的Surface Current 就是我們剛剛已經 知道的這個值 那 N2呢 N2我們已經 剛剛看到 就是說 N2所指的是從 Medium2指向 Medium1 所以N2的部分 實際上就是 Medium2指向 Medium1 就是我們的什麼 Row方向 然後 Clos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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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不知道的 OK 然後H2 H2 是你裡面的 你已經知道的 值 OK 這個 要等於 我們的 M0 5 這有沒有問題 OK 那H2是等於多少 H2 我們已經知道說 是在 Medium裡面 也就是 Inside B Inside 部分 的 乘上 你裡面的 Mu值 就是裡面Mu 內部的Mu OK OK 那這個就是 等於 二分之一 如果我們把 Z等於0這一點 二分之 Mu0 M0 我不需要 我用gen of case 好了 先把它寫出來 因為裡面的 V 任何一點的 V值 都可以用它 來表示 那我就說 這個是 二分之 Mu0 M0 然後 V 加 二分之L 的平方 加 V平方 的 二分之一 V 分之 V 加 二分之L 減掉 2分之L 平方 加V平方 的 二分之一的 V 減二分之L 然後整個是G V 那另一部的 Mu值 你把它放進來 這就是H2的值 OK 那H2你已經知道 現在我們 接著我們想要知道的 就是H1的部分 這等於多少 好 從這裡面你刻 H2你知道的話 那你把它沉進來 就可以知道H1 是等於多少 OK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H1的部分 這是我們有興趣的 那 那 就等於 M0 5 減掉 再加上 Raw Close H2 這就是你的字 那我們現在 我們來看一下 我說 這外面 Outside 那H1 H1 它基本上跟Mu 跟V0之間的關係的話 就是H1 除以 Mu0 只是 因為外面是真空嘛 所以你這裡面 你H1知道 你V就知道 那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呢 在裡面的 H2的部分呢 我已經知道H2是等於什麼 那我也可以把H2 把它寫成 Mu0的 V2 減掉 M0 這沒有問題的 因為 依照這個 VH之間的關係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值的大小 好 這個值的大小 它是 顏小V0 我們可以看到 換句話說 我們可以看到 它小於它的意思就是 H2 的方向 跟V2 的方向是什麼 相反 它小於它 減起來就是負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 H 和V 它有不同的方向 在 在 H2 的方向 H2 的方向 H2 的方向 的方向 那 現在你看到 就是變成什麼 我的V值啊 我們假設我們V值是 如果我們的V值是 這個樣子的情況之下 但是這個並不代表是什麼 我們說 這個並不代表 是我們的 H值 因為我們的 H值 在 裡面的話 它跟V值的方向 是完全相反的 OK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OK 好 那 你在跟 裡面完全相反的話 那平常我們會看到的 結果就是說 假設我們要探討的問題 是細長型的 就是說 這個L值很長 然後這個 V值很小 那如果是在這樣的一個 條件底下的話 我們來看 我說如果 V V 原小於L 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V原小於L的話 V原小於L 你這一項幾乎就沒有了 那這一項沒有的話呢 這一個呢 L L就消掉了 然後2 上去了 就是 Z M0 M0 在這個條件之下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在這一點上面 而它是非常均勻的 而且是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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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個值 那如果 如果在這個 點上面的值 是這麼大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事情 我說H2 是等於 V2的M0-M0 你現在 你這裡的V 的值 就等於M0 M0 所以M0 M0消掉的話 那M0-M0 這一點上面 你看到的 你可以推論出來 我的H2 等於0 那有沒有問題 你的V2 V2 V2的值是這個 OK M0在這裡 你現在 M0 本來就是大於V 大概大於V 這個大概差不多相等 OK OK 過得是 它比它 如果有磁性物質 它也大於它 磁性物質的話 M0就也大於V0 那這個相 小於它 這個相也一定是小於它 這個相一定大於它 這個相也大於它 不管你怎樣 你剪出來的結果 這一相的話 這二分之 這兩相比較起來 就是大於等於1的值 這二分之 把 你把M0 等一下 對不起 我應該要從這邊看 B2 在這邊 OK 那我把 M0除掉好了 這個M0除掉 除過來 就是這一相 OK 那這兩相 算出來的結果 這個是二分之 M0了 那這兩樣 算出來的結果 這個是小於它的 這是小於它的值 這兩個 減起來的值 在Z等於0 我們就 以Z等於0 這一點來看待的話 以Z等於0 這一點來看待 這減起來的話 是負負得正啊 負負得正的話 這個值 一定是小1的值 不會是大1的值 因為分母比分子大 所以你這是二分之N0啊 所以它是小於它 OK 換句話說 你看到了 你知道了內部的情況是 H2的值 跟H2的值跟V 你所謂的V 我們說Flux 你的V 進去的 在裡面 在裡面 你會看到 應該有一個H 是跟它相反方向 但是 我們看到 這個H值啊 如果 在這個是很長 然後這個是很薄的時候 這H2在中心這一點的時候 剛好是等於V 所以你們不要把V跟H把它搞混掉 不要把V跟H搞混掉 平常我們在畫那個磁通密度的話 磁場線的話 都是用V來搞弄的 所以 理論上面 這一個的 Flux Density 如果你真的去看的話 你們應該可以看到 課本畫得很詳細的 有沒有一個圖 我課本沒帶過啊 有這個圖 對 你看到的是 這一個地方有一個Linkage 而這個Linkage呢 你們注意看 你們注意看這個Linkage的部分的話 這個地方不是完完全全 是連 這個Continuous 這是 我們必須要知道的一個部分 這是 我們在這個磁棒的部分 因為你沒有磁場的情況之下 那 有Magnization的情況之下 那你去探討 Magnage Field的Intensity 跟Magnage Flux的Density 這兩個東西 是應該要把它分開來 而且要很小心的去處理它的 好 這是我們在探討這個 Boundary Condition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的一個 有Surface Current Density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可得到結果 如果 如果你想要把這個問題 更精確的去算 實際上 我們是有算了 不管在哪一點上面的 這個V值了 這前面你有了 那你可以去算一下 這個不同的點的情況 OK 那這裡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要接著 進到另外一個TOPIC 你現在可以看到磁場已經比電廠複雜蠻多的 那我們在使用上面 對於磁場的使用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面 和電廠一樣 我們在電路上面 有三個元件 是我們常常用的 這三個元件 不管哪個電路 你通通要用到的 一個就是我們的電阻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電龍 這是在磁場的情況之下 你要儲存電能 你就要用電龍把它儲存起來 那對於磁場呢 你相當也會有一個儲存磁能的元件 這個就是我們的電感 OK 所以 整個電路啊 就是你R C L 這三個 你組合起來 所有的電路元件的部分 那在之前 我們已經講過 電阻 電阻呢 是跟什麼 長度成正比跟 這個結面積成黃比 它是跟形狀有關係的 然後呢 電龍的話呢 它的定義是什麼 多少 V分之Q 好 那它是會跟 potential difference 有關係嗎 跟它所帶的charge 有關係嗎 都不會 那它跟什麼有關係 也是跟形狀有關係 對不對 同樣的現在我們要看到的電感 跟這兩個東西 也有 一樣的性質 只不過 電感這個東西啊 比它們上面兩個 更加的複雜 為什麼 因為 電感呢 它分了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 質感跟複感 所以 我們平常我們的電路元件啊 你在整個電路裡面的話呢 不要看我們這個磁場 不要看我們這個磁場喔 只要你有 你有回路的地方 你就會產生磁場 你只要你有產生磁場的地方 你就會怎麼 會引起其他的感應 那這個感應是怎麼來的呢 就很簡單 我說我現在有一個回路 那這是C1 那C1的回路呢 當然 基本上面 我有Flash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OK 這Flash 就是單一個回路 你有Flash 那沒什麼 好 爭議的 但是這個Flash啊 不是 只有影響到他自己而已 其他的回路 只要是這個電力線 通過的地方 那第二個回路 C2 就會受到這個Flash的影響 我現在先不要 化 免得你們誤會 只要有一個回路 這個回路呢 裡面可能沒有電流喔 但是 只要有Flash通過他的時候 這個回路就已經是嗎 已經不是他本身了 就被改變了 那他改變的是什麼呢 我們看到 我說 C1的 Current 這個回路裡面所帶的 I1的Current 那這個I1的Current 呢 產生的是 V1的Current 那這個V1的Current 那這個V1的Current 那這個B1的Current 它 在C2的回路裡面 會 有一個 這個Flux 这个flux是因为C1所产生的flux 通过C2的回路 所以我说 这个flux的场来自于什么 C1所产生的V1 然后flux本身的大小是场 乘上这个场通过的面积 对不对 面积是谁的 C2的 这样了解吗 这个不是 这个场不是他自己本身产生的哦 是因为外面的人来干扰他的哦 所以你这个flux 我们说他是负感 他是负感 好 所以 你现在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本来磁场啊 磁场是什么 封闭的曲线 对不对 所以他会到无穷远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同学 你只要你身上是有什么 有金属线 然后有一个导线 圈圈圆围起来 你就在接受什么 别人给你的 别人给你的 护改 就是Mutual Flux OK 那这个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这个得到的结果 我说他得到的结果啊 如果他是I1是稳定的话 假设I1是稳定的 那就没什么关系 反正他就是稳定的通过他 没关系啊 如果I1是不稳定的 他是随着时间在改变的 那你这个flux就随着时间在改变 那我们在之前 你们在大一普通物理 已经学到了 就是说 只要一个回路里面 内部的flux在改变的时候 他会产生什么 感应电动式 那这个感应电动式 就会什么 产生在 这个 C2上面 所以 你可能 你根本不知道 你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你有一个感应电动式 产生了 因为是谁 是其他的 soul感应你的 OK 所以对 词学来讲的话 他如果 I2 是时间的 I1是时间的函数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也是时间的函数 那 就会有感应电动式出来 好 那我们先不谈他的感应电动是多少 我们可以知道 一件事情就是说 FIRE I2 它的大小 其实 应该是 跟I1 的值 乘比例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I1的值 直接是跟B1 乘比例 那我们把它积分起来的话 他当然是跟I1乘比例 那我们看到这个比例呀 的常数 OK 这个比例常数 就是我们所称的 互改 这就是我们所称的 互改 然而我们看到 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上面 就是C2啊 基本上面是只有一圈而已 假设 在C2上面 有N圈导线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Flox Thinkage 好 比这个Flox Thinkage 是等于多少呢 我们说 就等于N2的Y2 所以我们平常 我们把这个Flox Thinkage 叫做Lambda12 换句话说 你现在的Lambda12 一样的是跟I1 是乘比例 那 严格的讲 我们把Flox Thinkage 对I1的比值 就是我们的 负感值 也就是说 这是In General的 好 那 这个L1 2 它的定义 就是Flox Thinkage 除上I2 I2 对不起 I1不是I2 OK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个就是N2 Y1 2 的I1 就是我们的负感值 那这个负感值呢 电磁学的问题里面 甚至于电路里面 最难处理的 因为 只要有一个回路存在的时候 你从哪里来的 Flox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也不能避免 只要我有回路存在 我就不能避免 它会穿过 我的回路 那不能避免穿过我的回路 我就有感应电动式产生 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好 那 再来的部分的话 你现在这个是 不感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更 in general的 一个定义的部分的话呢 如果我把 这个 L1 2的部分呢 我直接就可以把它定义成 λ1 2 跟I1 之间的 这个 微分值 所以我也可以直接把它写成 N2 Y12 DI1 OK 好 这是另外一个 更general的定义 那 当然 这个部分的话是 我们常常比较拿来用的 这完全是覆改 那我们说 有可能 我说 有可能的部分就是说 我FY1的 所产生的东西 感应我本身 因为我FY1 I1产生的 感应了我 C1上面的东西 影响了我的 C1上面的东西 那 这个部分我们就 可以看到 就是说 我说 Total Flux 由于Flux 通过 C1的部分 i1通过C1的部分 是等于多少 那就是Lambda 1A 那就是 N1 我说有 在这上面 N1渣 OK 那 N1 乘上 Flux 这个Flux 这个Flux 是等于 因为第一个 C1的电流 有引起 C1的 这个Flux 的大小 那 N1 Phi11的部分 你 确定的一件事情 我 非常是 清楚的 就是Phi11 一定会 大于Phi12 这是 无庸置疑的 因为为什么 我们说 这个Flux 通过它了以后 它会 发散掉 那我们的C2 到底多大 它你都不能 完全包含它 所以我们说 Phi11 一定大于Phi12 这是 没有什么好说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项 Lambda11 N1 Phi11 一定大于 N1 Phi12 所以 从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 如果定义一个物理量 因为它如果是 minia的 medium的时候 可以把 Lambda11 除以 I1 这个物理量 恐怕 恐怕 也是一个 不小的值 那我们把 这个值 定义成 质感 这一项 这一项 我可以看到 这一项 我可以看到 OK 质感 那 inductance 你现在也看到的 这个 这个 safe inductance的部分的话 是什么 为什么它重要 就是说 我原来 我I1如果在 很稳定的 那它的flux就 就稳定了 当I1改变的时候 我这上面 的flux也会随着I1改变 那也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式 那这个感应电动式产生在哪里 产生在这个flux 在这个I1的current上面 会影响的 所以 你在讨论 flux的linkage 的部分 你不止 有负感的部分 你也必须把质感的部分 拿来讨论 那 有一个事实是说 我们质感的部分 是一个 质 蛮大的 负感的部分 就会跟什么 这个物体的形状 跟这个物体跟它 这个loop跟它的距离 有关系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看看看到了 就是说 其实你的intuptence 它应该是会跟 你的形状 OK 会有关系 那也会跟你的 那也会跟你的 mu值 有关系 然后你怎么安排 这两个 如果怎么安排 你的空间怎么安排的部分 也会应该有关系 这是你可以想象的到的 那我们接着我们 后面的部分 我们就会来看一下 我怎么去 把我们的intuptence 把它计算出来 这是我们 接着我们要探讨的主题 好 那这边 有没有问题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样来求 我们的电感的部分 尤其是 Safe inductance 那这个质感的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面 我们在 整个的电路运用里面 我们已经知道 质感是比负感 来的大的时候 所以基本上面 质感的部分 如果你是一个 电感的东西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把质感求出来 那依照我们 刚刚的定义的部分的话呢 我的质感值是 我的这个 Flex linkage 除上I1 虽然 我到Final的结果 我所知道 就是说 不管那个 上面有没有电流 我的质感值 都应该是存在的 但是在我的计算过程当中 就好像我在计算 这个capacitor 一样的部分的话呢 首先 你要探讨的 这个 质感值的话呢 L11的部分的话 有几个步骤 你是 一定要先 非常 把它实际上去演练的时候 要注意的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 你要选一个 适当的坐标系统 如果你的坐标系统 选的好的时候 那后面的部分 你要做 问题的话 你才可以 很比较顺利 第二个部分 是你要假设 你的color I 虽然 你知道这个I 不用存在 你的质感值就知道了 但是 因为你要求 你假设I以后的话 你才会跟着 过来的就是说 因为I 所产生的B 是等于多少 有什么问题吗 那B 你产生出来以后 这是因为I所产生的B 那B知道以后的话呢 你才可以接着 去计算 你的flux OK 那这个flux的话 由于你都是 同样在 loop 1上面 所以你得出来的 就是 511的结果 那你得出 511的话 接着 你把 lambda 11 把它挤出来 好 有什么问题吗 OK 好 那 lambda 11得出来以后 你再把 I1除掉 就是你的 变感值 这是标准的 步骤 那这个步骤的话 其实就是 依照 我们的 定义来的 那在这个 整个 计算过程当中 注意的一件事情 最后你把 I1 这I1除掉的时候的话呢 实际上 整个问题 你就知道说 根本 跟电流的大小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 就是说 我们的 电感值 是跟形状 跟你的 怎么摆设 是有关系的 那 首先呢 这里面 有几个部分 是 你如果用 你要去求 你的fluss的部分 你的b 有几种方法 是可以算的 第一种 就是你的 比尔沙瓦肉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安培 回路定理 那这个部分的话 这两个都是你可以计算 那为什么会说 这两个是你可以计算的 就完全是 你这个坐标系统 你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适当的坐标系统的时候 你能不能用安培回路定理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件事情 这是两个 我们求得到的一个情况 那同样的你要求护感 也一样的方法去做 只不过 现在你要算的时候 护感的部分 积分的部分是 积在C2的部分而已 好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最常看到的几种形式的 那个电感 第一种形式的话呢 是 我们 螺旋渲管的形式 OK 那这个螺旋渲管 形式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说 它有N扎导线 好 那N扎导线的话呢 我如果半径是B 长度是L 那我要去求 你的质感值是等于多少 好 这个我们把它当成是 我们已经第四个问题 这第五个问题好了 你们自己算一下 因为这个 非常简单的 那 你把电场算出来 然后 那 不是磁场算出来 好 那这个磁场的话 算完以后 你就磁通量 就可以得到了 这是 我们常常看到的 电感 另外一种常常看到的电感 是比较复杂形式的 就是我们 把它做成一个 环转的 OK 那这个环呢 就好像一个锁拙一样 那你在这上面 缠绕的线圈 那有一种情况是 你缠绕可以是 圆柱 圆形的 线圈 也可以是 你这个截面啊 就是这个截面基呢 你可以是 这个 肠黄体的部分 OK 那换句话说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问题来讲的话 这个是 半径 我说 里面内径是A 外径是B 然后它的高度是H OK 那 它每一个缠绕出来 这个导线缠绕在上面 OK 那我们想 希望得到的是 这个的电感是多少 那这个的问题是比较麻烦的 那 问题的麻烦点是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说 在这里面的 磁场 不是 均匀的磁场 OK 对 所以你要去算你的flux的时候 你要把 每一个磁场的部分 好好的去把它一块一块的积起来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对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我取一个 比较适当的坐标系统的时候 我说 我取的这个坐标系统 是一个延柱的坐标系统 那在这里面 半句话说 这是一个 这个旋圈 把它包围着 那 你会看到 就是说 既 依照我们的 这个 安培回路定理的话 那你这里面的话 就是 μ0 i 的部分 换句话 讲 这里面的电流 的 大小的部分 就是 你现在 如果我有N扎导线在这里面的话 那 这边的total的电流 应该就是 μ0 ni 的部分 这是 你可以知道的 因为你们 所包围的 这个 这个 线圈的 这个 通过这个 包围的 线圈里面 所流过来的电流 就是 n 乘上 i 好 那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b 在这里面 我们之前面 上堂 这个 上 几堂课 或者是上学期的部分 我们说b是一个对称的 那你b是对称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b 它是 5方向的部分 所以我们左边的积分 b phi 乘上 2 pi r phi 整个积起来 是等于b乘上 2 pi r 是等于 μ0 ni 那b值的部分 是等于2 pi r μ0 ni 这是 你已经知道的 的结果 到这个步骤 都是我们上学习的范围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说 对于这个b值 你通过的这个截面的flux 多少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我要去算它的flux 就是我们要算它的ds 那我的flux的大小 就是v dot ds dns要怎么办呢 dns是 对同一个半径 对同一个半径 这个半径换为里面的 对同一个半径r 的磁场是一样的 但是你的磁场 现在是随着r在改变的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b 现在是2 pi r μ0 ni的phi方向 ds 就是等于 我把 我的 这个 弹劲呢 增加一点点 dr 乘上h 就是我的dns 我们的dr 乘上我的h 就是我的dns 而且我的方向呢 我的电流如果是这个方向 我的dns的方向 就是我的fi方向 ok 所以就是等于h乘上dr fi dns 如果你这一步 没有问题的话 那后面的话 你就不是有 就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看到 h不能消掉 我们phi.phi 是等于1的 所以我们这边 变成是 2 pi μ0 n i 乘上h h 就是h 乘上log r r是从哪里 记到开始呢 是从ag到b 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2 pi μ0 ni h log ab b 好 y1 你就已经知道了 那 flux linkage h h 你现在有n 渣导线 那乘上 fie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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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等于2 pi μ0 n平方 h log b b除以a 所以 我把它除以i 除以i 除以i i i就消掉 这就是我的 质感值 ok 这个结果 很明显的 你看到了 是跟h有关系 跟a有关系 跟b有关系 还有跟线线的扎数有关 其他都没有关系 其他有没有问题 哪一个 抱歉 b a 不是ab 好 谢谢你们提醒 他这边有没有问题 他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结果的话 是我们常常拿来使用的一个 我们说这是 桌子状的这个 这个质感值 那你们如果 把你们的耳机 收音机 就是 这些比较 跟音响有关系的部分的话 拆开来的话 一定有一个 类似这样的线圈 存在在你们那里面 那是你们的电感的部分 ok 这是一个导体 然后 我们电流这样流过去 然后 然后从这边流出来 形成一个回路 ok 然后这里呢 是结缘体的部分 所以 你看到的是 如果我们把那个侧面看起来的话 我们会看到的是什么 电流 这样子流 然后 从表面 流回来 这是 一种方式的部分 那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的 大部分 这边里面是一个铜的 比较粗的 你把那个cable 如果你把你的cable 拆开来看的话 里面是比较粗的 一根铜棒 然后这里面 是一个网状的结缘体 然后呢 外面呢 是一个铜网 所以 这是可以导电的 那这个也是一样 那在上学习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东西 拿来算它的电场的部分 那现在呢 你要看到的是 这是电流的部分 OK 换句话说 这个本身 就是一个电感 你要去计算它的 self inductance OK 所以你要算它的 我们说我们这个是一个 同轴电缆 好 你可以这里面是 不同的介质 也可以是用空气 把它隔绝开来 但是大部分这里面 大部分都不会是空气 因为空气的话 你还要支撑的问题 都是会有一个 结缘体的一个部分 所以 对于这个介质来讲的话 跟这里蛮类似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从里面开始的磁场 内部的磁场B 它就是一个 跟位置相关的 然后到这里的磁场 也是跟位置相关的 那你要去算 你的这个 flash的时候 你的B 不是uniform的部分 你必须要把它计算出来 然后 接下来你的 这个 phi的值 才能够得到证确 那 我们时间上面是已经 快到 我就把 几个 我说 这是A好了 然后这是B 所以这是A 半径A 然后这半径B 好 那我们说 在 R大于零小于A 这个region里面的话 把结果功 把它写出来 我的磁场大小 那R 大于A小于B 这个region呢 是Mu0 R 然后到 这个外层的部分 R 等于 V的部分 这个就是 2πR R已经是V了 Mu0 I 好 主要的 我可以把 V的值 就直接放在 这个region里面 那你现在 我们要算 我的flux flux的结果 V.ds 你的V 是完全 5方向的部分 所以 有一件事情 是什么 你的A 是哪一个地方 我现在flux 是这个方向 所以我的A 是哪里 A是 必须要什么 对 OK 我们看到了 这个 Ds 是薄薄的 底R 乘上 你要细算的 长度 L 有没有问题 就是你的 你的flux 经过的 The A 所以 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 我们的B 是从0 G到A 你的B Dot L D R 这个的方向 一样的 我现在 我如果电流 是这个方向的话 那我们的 phi 是这个方向 换句话说 我的A 我也是 我的面积 也是我的 phi 方向 然后再加上 从 A G到B B Dot L D R 的 Phi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这个 V1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等于 2pi A平方 Mu0i R L乘上 DR 第二个部分 A到B 2pi R Mu0i L乘上 DR 所以 两个部分 去计算出来的结果 才是你 Total Total Flux 的大小 那在这边 在这边的话 是一个 Constant 的值 而这边是一个 Log 的值 所以我们看到 这边的话 是等于 2pi A平方 Mu0 I L 然后乘上 2分之1 A平方 那后面这个 就是Log的部分 加上 2pi Mu0 R L Log的 B分之1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是都跟 长度有关系的 换句话说 我知道 我这个 电感 长度越长 它是跟 长度成正比例的关系 也就是 平常我们在 计算的时候 我们是把 5除以L 来看 单位长度有多少的 电感值 来看待它 那 你又跟 电感的部分 我要把我的 5除上 I 才是L 这个还是 单位长度的 电感值 OK 所以 这个一除上 除完 以后的话 就变成 这边还有一个部分 还没有 还没有结束 这里面 有一件事情 是 在这里 我们要计算的时候 这边的I 你要除的时候的I 这边都没问题 到这边你要除I的时候 我说I除以 5分之 是5 这个I是total的I 但是 你在算内部的 5值的时候 每一点的 都不是这个total的I 所以你不能直接把I全部除过来 我们在这边的I 必须要再做一个小的处理 才会得到实际上的值 也就是说 内部这一部分 外部这部分都没有问题 这个region都没有问题 因为你流过的都是total的I 但是在内部里面 每一个flux 所流过的 那个都 你的底I的部分 这个底I啊 这个I不是total的I 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把I除掉 OK 到这边 的I 必须要做一个小处理 以后才会得到正确的值 那我们在上一堂课 我们再把它稍微补充一下 好的 OK 这是我们在 同轴电缆的部分 我们所注意的 那也因为这样子 在内部所储存的能量 跟外部所储存的能量 会有一些些的 因为电流的关系 而有一些不同